民進黨黨團體議重複表決 在欄尾相挺之下 立法院長韓國瑜無懼國會職權修法 民進黨立委在議場上如何出招 就算立委已經打成一片 相信台灣的民主會有自我療癒的一種功能 它會經過碰撞磨合之後 會誕生出新的更成熟的民主 立法院的攻防戰 世界都在看 一連兩次站到深夜 國民黨團總照傅昆琦二十一號重申 憑三讀 黨主席朱立倫也再次表達立場 主席朱立倫口中的街頭正是二十一號立法院外的這一場抗議 從早到晚 空拍畫面來看主辦單位號稱三萬人到場 人潮從青島東路一路蔓延到中山南路 包含台灣公民陣線 公投護台灣聯盟等等 超過四十個民間團體輪番開獎 要求國會三法退回重審 不排除二十四號將重返立院集結 另外臺師大學生會也發起聯署 反對國會擴權法案 呼籲立位們不該逾越職權 破壞憲政基本架構 國會衝突也驚動國際 前AIT處長司徒文以及楊蘇蒂等 二十八名學者連署發表國際聲明 直指在野黨提出的方案不合憲 只是再多的聲音 國會職權修法依舊隨著時間 法案一個一個接連過關 資深媒體人黃偉翰也直言 藍白加起來六十二席 什麼法案不會過 為何新國會開議沒多久就先下軍令 非得讓國會改革法案碾壓過關 到底在急什麼 藍綠白各有盤算 但假如朝野起義再擴大 只怕對立情緒持續升溫 國會天天宛如戰場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